在童玩SOGO8樓有整層的扭蛋截 因為我很久沒扭扭蛋了 所以這次就是來玩玩看 這一款布丁的是30塊港幣 然後自己只能用巴達通付款 就是你先按一下右上角那個按鈕 然後付巴達通就可以轉了 我轉出來的這個是最普通的布丁 有點小失望 我是想要轉到左邊那個綠色果凍的 或是上面有櫻桃的 然後這個珠牌的也很吸引我 所以來算看這款也是30塊錢港幣 當然最想要轉到的是那個勝利的勝子 不過我轉到的是這個對半切的珠牌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 珠牌肉的顏色看起來有點佳 就在我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我又被兩款扭蛋吸引了 但這兩款比較貴 然後就兩個左右思考一下 我決定扭這款snooby的 雖然影片看不太出來 但我覺得snooby水晶熊這款 它底座很好看 就在這個時候呢 悲劇發生了 是的 是的 我遇到了一台有問題的機器 就是怎麼扭都扭不出來 不過好像它旁邊都有放那個WhatsApp的QR Code 就是你可以找客服去講你的狀況 然後後來我就跟客服講了 結果就是我要退款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式就是 它會幫你寄你的這一款扭蛋來 但是有可能會收到同等價值 但是不同產品的扭蛋 所以我最後就選擇退款 那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見好就收吧